But I wish you and me 大家早 今天呢是2月24號早上5點 我們是搭乘KK隊的機場接送 從台中到陶基 9人坐可以坐到4到7人 因為我們是3個人 都帶28和29吋的行李箱 所以叫我比較大台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擊影片底下的資訊欄 那我們剛剛已經check-in完了 那我們現在準備去拿SIM卡 因為它是5點半才開門 那這次我們在香港呢 會同時測試SIM卡 E-SIM還有Wi-Fi 那我們現在拿完SIM卡就出鏡吧 對 香港5天世界自由行 出發 好 我們現在已經正式抵達香港了 那我們入鏡的話差不多花了快一個小時 那現在我們要去拿巴達通 巴達通呢就是在A號這邊 它是在A13櫃台 我們現在就過去拿巴達通 基本上呢就是把QR Code給它掃描 以後它就會給你了 那裡面呢就是有各50元港幣 已經存在裡面了 這巴達通呢只能退款 不能退款 那巴達通呢我們是在KK Day購買的 購買連結呢就在影片底下的資訊欄 有需要的就可以點擊 現在呢我們要先搭機場快線到市區 你要在這個A跟這個B的中間 會有一個這個 從這裡走下去 往左就是計程車 往右就是巴士 那前面呢就是機場快線 那前面呢就是機場快線 I'm trying to show you all the things in my head I wanna be something you wouldn't regret 好那現在我們已經坐上機場快線 那這機場快線呢就是從香港機場到香港市區 最快的交通方式 你知道嗎? 在KD上面買的好處呢 就是它不用兌換 它會顯示一個QR Code 掃碼進一站 掃碼出站就可以了 那比較特別的是呢 在香港機場不需要掃碼進站 所以我們剛剛都沒有掃碼 那要出站的時候直接掃就好了 那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點擊影片底下的資訊欄 那我們等一下在香港市區見 剛剛我們從機場到飯店了 那飯店的話要下午3點才有辦法入住 我們這一次呢就是入住三人房 等晚上的時候再回去開箱 那我們在從飯店呢來到這裡吃中餐 就是搭叮叮車 非常可愛的叮叮車 綠色的好像其實說是最經典的是不是? 我覺得是啦 它很自古 它裡面很紅 就是那種藤邊的主意 就很可愛 那種午餐呢我們就吃龍方燒味小廚 它聽說是叉燒店的田花吧 那現場的話是香港人居 如果遊客的話可能就是相對少一點 必點呢就是叉燒 這是它的派單 這是怎樣?三條 欸它也有三文字跟燒味 喔這應該是單點的 這是單點的 我都想吃欸怎麼辦? 好那我們就先來點餐 再告訴大家我們點什麼 那它排隊的話人很多 但是排隊的話基本上是在外帶 那你要內用的話就是 那你要內用的話就是 那你要內用的話你就是先跟櫃台講一下 它就會直接帶你入座 有位置的話 所以我們剛剛來沒有等 我們點了兩個燒味雙拼飯 一個是叉燒加燒肉 一個是燒鴨加會飛機 另一個點長餐 一顆蛋豬扒加公仔麵 我們的餐點來了 長餐的話它就是餐點很豐盛 還有兩顆蛋一個餐包 一塊肉然後還有碗麵這樣子 來這裡用餐的話你要確定準備 就是員工也沒有到多有飯 東西放下去的聲音就是全場地聽得到 這是香港風格 它沒有不友善它只是香港風格 你要有心理準備你會收到洗禮 不用大清小怪 如果在台灣你可能還會大清小怪 這個50港幣差不多200台幣 我覺得還好 好貴喔 很貴嗎? 很貴好不好 喔好吧 可是它兩顆蛋一個餐包 味道吃起來不舒服 就是一般的麵 但它還滿彈牙的不會煮得太爛 它的肉很厚 菜肉好像很好吃喔 它的肉麵點麵還好 這個應該是叉燒吧? 如果搓的話再跟我說一下 有脆皮啦 應該是吧 這個皮好脆好香喔 但瘦肉的味道是比較乾 吃起來甜甜喔 我覺得皮比瘦肉好吃 它的飯非常的粒粒分泌 吃起來是鹹香的 真的假飯 偏鹹一點 好甜 有這麼誇張 吃到最後會覺得鹹 桂杯雞很Q嫩 燒鵝 燒鵝的那個皮很香 它滿有韌性 我覺得叉燒跟燒鵝是必點 它的叉燒啊 的皮真的很脆 很像餅乾那種脆度 燒鵝的話它的油脂的香氣 非常的豐富又濃郁 那另一個很驚豔的就是它的餐包 也很讚 就是它的餐包裡面好像是有磨奶油 然後下去烤還是煎之類的 所以中間吃起來是脆脆的那種鹹甜感 好吃 我覺得最標點的就是有一個鹹到 燒肉那個真的真的真的非常的鹹 就是我一吃下去整個醒過來你知道嗎 對它就是好像把鹽直接打進那個肉裡面的那種鹹度 對 我現在口有點渴 很有港式精神 對 那我們就去看叮叮車總站 對 那我們就去看叮叮車總站 我身後的這個上環西港城是叮叮車的總站 那剛剛我們已經有坐過了 不然我原本預計是從這裡搭去其他地方 我們體驗叮叮車 叮叮車它是後門上車 然後前門下車刷卡 下車的時候啊 就是用現金支付或者是巴達通 但是它就是好像沒有找錢的服務 所以大家就是要準備好零錢 還有電子交通卡 大人一個人是三塊 不管是搭集站 或者是距離多遠 價格都一樣 它旁邊的這個西港城 是進於1906年的大樓 原本是團正署就職 後來改成上環街市 也就是菜市場 那1991年以後才改成現在這個模樣裡面呢 主要是賣的那種手工一品 不過聽說生意不太好 蛤 是喔 對 好像就是沒什麼人的樣子 我們進去看看 就是賣蠻多比較特別一點的東西 可以打耶 那你要打給我嗎 好我打給你 給我錢 我們要去找蛋塔的時候啊 走樓梯上來一轉角看到這個豬鼓勵 大排長龍啊 想說是賣什麼的 好像是可可牛奶之類的東西 終於是上面Google的評價才84個 然後4.4顆星 可是現在卻排成這樣 這不知道從哪裡開始紅的 會是小紅書嗎 剛老闆出來好像也嚇到 老闆嗎 對啊 老闆好像出來也嚇到 然後有興趣的朋友想排隊的 就來試試看 我要去看我的蛋塔 走 我覺得香港人的角力一定不輸給日本人 它這裡的樓梯又長又多呢 現在是我們爬的第三個了 很可怕 每個都這種等級 超扯 快死掉了 這間蛋塔呢生意非常的好 是香港很火紅的蛋塔店 它大排長龍 人非常的多 但是它的人消耗得很快 然後我們排快到的時候 結果它就說已經賣完了 它叫我們3點的時候可以回來拿 然後你要先付帳 是單位就是一盒 一盒就是六 75港幣 可以Apple Pay 可以巴達桶 那不錯 很方便 對 我們就等3點的時候再回來拿 先在附近逛逛 蛋塔旁邊呢 它就是中環半山的扶手電梯 又稱為半山電梯 它全場有800公尺 或者如果你用走的應該會很崩潰 因為它是斜坡 那也是全球戶外最長的行人電扶梯系統 還蠻特別的 同時也是電影重慶森林的拍攝地 手扶梯呢遇到街口就會有出入口 所以可以隨時上下手扶梯 不用就是全程一直坐 還蠻方便的 有一點像捷運的概念 那我們去坐吧 好 我們臨時跑來Seven 看到這個珠古力必喝 一瓶多少 6.5港幣 買一瓶 它這個巧克力味真的超濃的 超好喝 必買可以 這一家好像是在賣麵包類的 生意也爆豪大牌長龍 我們現在再來到了石板街 那石板街呢 也叫波點炸街 蠻難念的名字 那它呢是香港百年歷史的異集古蹟 有很多電影呢也在這裡取景 那這裡呢不管從下面往上看 還是從上面往下看呢 都很有味道 什麼味道 香港的味道 很漂亮耶 我們去拍 現在3點了 我們回來拿我們的蛋塔了 一盒蛋塔 香噴噴的蛋塔 剛出爐的蛋塔 應該啦 好香喔 它的塔皮沒有很熱耶 可能烤出來已經有一陣子了吧 嗯 好吃喔 很香喔 然後外層有點千層的口感 酥酥軟軟的中心很綿密 入口即化很香甜 很好吃耶 這一個人吃掉一個也很可以 對 而且不會很甜膩這很好吃 一人一顆剛剛好 嗯 它咬下去還有酥酥的那個聲音喔 有我都有聽到 嗯好吃 會 會 好這一站我們來到的是摩羅上街 這裡主要賣的是各種古董雜貨 以前有不少印度的水手和士兵會在這裡擺攤賣貨 那以前香港人呢也把印度人稱為摩羅 所以這條路呢還叫摩羅街 那它附近呢也很多咖啡廳 所以如果你累了可以在這附近坐著休息一下 喝杯咖啡 例如這間咖啡廳的生意非常的好 很有名的 我都想坐下來休息一下 我也想休息一下 有點累 對 好這一站我們來到太平山頂纜車 這個地方呢我們排隊排了非常的久 超級急 今天是家人所以人非常的多 所以建議大家不要假日來還是平日來 不然其實人滿為患的 真的我覺得應該有破千人 嗯 那它這裡啊 除了山頂纜車以外 它其實算是一個有點像小型的Mod 它裡面有吃有喝 那也有辣相館也有玩 很適合一個下午泡在這裡 它有咖啡館然後可以看到很漂亮的view 對啊這裡超棒的 那這個太平山頂纜車啊 它是1888年啟用的 現在看到的是2022年重新登場的第六代山頂纜車 那山頂纜車呢 這裡是來香港必去的景點 我10年前來香港的時候也有來這個景點 不過我的記憶已經很模糊了 大乘纜車呢就可以沿途看到維多利亞港的景色 真的很漂亮 雖然有點霧霧的感覺 但是還是很漂亮 我們買的是山頂纜車加上摩天台428的門票來回票 價格的話是台幣434 購票連結呢就在影片底下資訊欄 那有興趣呢就可以點擊 我們剛剛在現場購買票 只會台幣應該600多 對它港幣是168 對 所以建議大家能在台灣買就先買 這樣才不會再扣那個國外刷卡手續費 而且你在KK店買在台灣的刷卡 有時候都有3%以上的回饋 對所以就相對更便宜 對 那我們坐軟車的時候 它就是那種傾斜的那種感覺 可以讓你看到天空景色 真的很漂亮 不過今天呢有點雲層比較厚 所以看不到藍天 但是我覺得也還是很漂亮 它傾斜是差不多45度一個很誇張的角度 你會覺得你好像在躺在椅子上那種感覺 對對對對對 但是是舒服的啦 那我們就先去逛逛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剛剛下車的地方 它就是山頂林霄閣 它就是我剛剛講的裡面有美食餐廳啊 伴手禮啊 娛樂設施啊 的地方 還有最重要的觀景台 在頂樓 走吧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林霄閣的最頂樓了 它就是可以看到視野很棒的 維多利亞港的景色 那現在呢我們要等天黑 今天的日落呢是6點半 如果才日落呢 你就是上網購購打 香港日落 這樣就會跟你說 喔 香港日落是幾點 那現在我們就先等夜景 看日落 好 我們已經看完夜景了 是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是建議提早至少40分鐘前去卡搖滾區 不然的話你會擠在很後面 會等很久 人很多 我覺得不用等日落啦 他們的空氣都霧濛濛的 所以可以直接等夜景就好 對 要小心自己的東西 不要被擠掉 因為有些人會將手舉到外面去 或者是硬把你擠開 然後到你的旁邊 對 所以你要小心不要打到人家的東西 對 或者是要小心人家 要把你的東西打掉 好 這個夜景真的很漂亮 我們原本還要去一個景觀步道看 但是真的太餓了 哎呦累 腳快斷掉了 所以我們就先來吃原吞麵 原本我們要吃的是沾仔劑 但我無法撐到下山 所以就改吃這個麥馬 但我猜應該很多人說 在地人不吃麥馬 但沒辦法 我肚子餓了 這裡沒有其他家 因為我們想吃雲吞麵 這裡就只有這一家 對 要不然我要坐攬車下去 我會餓死 對 而且我們還有步道沒有走 等一下走一公斤 對 我們就先等麵 這一碗是雲吞麵 那其他乾的是那個撈麵 那它的份量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少 不過我覺得蠻剛好 這樣才可以吃其他東西 這個麵都是撈麵 好像是自己手工製作的 就是看 還蠻扎實的 還蠻彈的 就是跟公斤麵很不一樣 公斤麵是比較軟Q 公斤麵就是王子麵 不 欸 它比王子麵還有彈性 它不會暖暖 王子麵會暖暖 我覺得這麵條不錯吃 它的雲吞也不會太小顆啊 那我覺得如果你想要口感好一點的話 就點那種 湯跟麵是分開的會比較好 它雲吞麵很好吃耶 它麵裡面有整隻蝦 它皮很薄 它的蝦子非常的鮮 又Q又脆 它的雲吞好像是沒有肉的 都是那種架子 所以它就是蝦子加皮 對 是真的蝦子 乾鍋開直接蝦子彈出來 對 完全沒有肉 它就是純蝦子 然後包這個雲吞皮 好吃耶 就很鮮甜 它的水餃其實也蠻像雲吞的 看起來比較好 應該是包法不一樣嗎 或麵皮的不一樣 裡面有肉嗎 有其他料我不知道有什麼料耶 但是它一樣有整隻蝦 我覺得更好吃 就是香氣比較豐富 但口感一樣有 那你點乾的撈麵 它上面的料都會額外分開來 就像是雲吞的話它會分開 但是它裡面是有湯 這個乾的蝦子撈麵 它就是蝦子放在上面 湯放在旁邊 就讓你吃撈麵 還有湯可以喝 就看你喜歡麵 如果喜歡軟爛一點 就把它擴在一起 對 那你喜歡的話乾硬一點的 就分開 然後它們蝦子真的很大隻 很扎實很Q很脆 喜歡吃蝦子這家 會贏 那你來到山頂啊 就不能錯過這個 海拔1300公尺的龍吉道觀景塔 因為它這裡可以拍到 就是全香港最漂亮的夜景 就是整個維多利亞港都超漂亮的 而且看得比 十二八還清楚 因為你可以更近距離的 看到大樓的燈光顏色和變化 而且人很少 那你從太平山纜車那裡 走過來是差不多1公里 走路15分鐘 但是其實它的步道很平淡 很多人還會在這裡跑步 所以走過來是很OK的 所以這個夜景是來香港必看的 而且不用再花錢 對啊這裡急推 我覺得你就坐纜車上來 然後就來這裡看就對了 我們今天住的是三人房 它就是三張單人床 後面有一個很大的窗戶 它就是這樣簡單的兩張單人床 這邊有各有一個插座 然後這邊是開關 三人房這裡的話還有一張單人床 還有給三瓶水 還有水壺冰箱 還有基隆咖啡 那旁邊有個小垃圾桶 欸那裡有個行李架 然後旁邊開放式的衣櫃 你可以掛衣服在那 還有保險箱 這裡的話有個連身鏡 那浴室蠻小的 毛巾浴巾就放在架子上 馬桶就是一般馬桶 不是免治馬桶 這有吸收乳 毛巾 牙刷跟杯子 簡單的梳洗用品 這個是算半乾絲分離嗎 就是布連的乾絲分離 還有吸發乳 沐浴乳 腳踏墊 吹風機在那 嚇我一跳 一個不是黏在牆上的吹風機很棒 這間房間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 我以為會非常的老舊 但其實目前看起來還算乾淨 那它櫃台的話就是有一台飲水機 沒有其他的 你可以提早來寄放行李 欸 石心獎欸 欸 不錯欸 另外一邊 石心 應該也是石心的 石心的 欸 我有點小瞧它 我裡面以為都是 輕隔間 結果都是重隔間 欸 不錯 不錯 棒棒 早早 今天呢是香港五天事業的第二天 我們要來去香港第一大樓看市景 還有吃平價的港式甜點 那第一站我們就先去吃早餐 出發 這次來香港我盡量不找排隊名店 因為聽說香港人他們說 隨便以後比排隊名店還要好吃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是不是真的呢 那這一家是我在飯店附近 找到一家平價還不錯的茶餐廳 那這家蓮華茶餐廳它已經有60面歷史了 在台灣找不太到文章 那它菜單選項非常多 多到你會不知道什麼選擇 我看到網路上出 因為最多的是豬扒 三文治菠蘿油 西多絲和奶茶 走來喝奶茶 奶茶 它餐點出餐很快 它菠蘿油就是 菠蘿麵包 上面吃起來脆脆甜甜的 下面鬆鬆軟軟軟的 不錯吃 跟台灣的菠蘿麵包差不多 可以點通心粉 我的重要點 它通心粉看起來很可愛 很像玩具 所以我很喜歡吃 然後我們是點火腿通心粉 因為它原本的那個通心粉沒了 這個通心粉就是軟軟酥酥的 它火腿很紮實 還滿鮮香的 配起來不錯 我覺得這滿好吃的 它的這個雞蛋三文治 它裡面雞蛋超級多 就是炒蛋 它一定不只一顆 至少兩顆 它蛋非常厚實欸 其實你看那個 它醬很好吃 它滑嗎? 很滑 然後蛋香很濃郁 它吐司很鬆很軟 像那個雲一樣 好吃 它的奶茶就是用這種很可愛的杯子裝 剛才有味道 香港的味道 香港的味道 你有沒有想點凍菱茶 但是我怕早上我會拉肚 欸無糖的欸好棒喔 你要加糖就自己糖邊加 但是我想喝無糖 它的茶味很濃 這一家 西多士還沒來 但是我先推 對 西多士來了 關上來的時候那個麵包香 包是炸過來煎過 的那個香氣超濃郁 它還有送上那個 不知道是楓糖吧還是什麼的 淋上去那個畫面超療癒的 先拿油 因為西多士啊熱熱的 所以它就跟著融化 它覺得很好吃 應該太甜了吧 因為你家那一塊還滿多的 不會甜甜甜甜的 而且它是花生口味 它裡面有花生 怎麼辦好像很棒 很好吃 而且不會很甜 它外層酥酥的 裡面軟軟的 好吃 我們茶餐廳吃完了 那這一站就來到天際100 那天際100的門票呢 我們是在 KK Day上面買的 對 你買完以後它會有一個QR Code給你 你如果跟我們一樣 從地鐵搭來的話 要先做手回T到L1樓層 把你的QR Code給櫃台人員 幫你兌換成一張票券 還有一個很像北電的東西 你再拿那張票券呢 到SKY100的檢票口 它會幫你掃描上面的條碼 你可以進來的 然後你就是坐電梯 直達100樓 那海拔393米的天際100 是香港唯一的室內觀景台 也是香港的最高大樓 在這裡呢可以360度欣賞到 維多利亞港的日夜景色 電梯只要60秒就可以直達100樓 真的超級快 都耳迷了 對 這裡呢每天晚上7點會有光影表演 但是這次呢我們是早上就來了 10點它才營業 我們10點就差不多抵達了 那沒有人的感覺是真的滿好的 因為昨天在太平山真的太急了 如果你想要遠離成效 又想要看到 比較沒有遮蔽物的維多利亞港景色 這裡是一個算不錯的選擇 這裡除了觀景台還有咖啡廳 紀念品店 門票呢就剛剛講的 我們是在KK Day購買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擊影片底下的資訊欄 連結 那上面也滿好拍的 就是有雲朵的水啊 拍起來像金斗雲啊 我就變成初悟空啊 那種感覺一樣 我覺得景色還滿特別的 就是跟昨天看到的景不太一樣 今天算是滿近的 對 而且從這邊還可以看到很像跨海大橋 它有一個就是會進到水底下的一個通道 那一個橋叫什麼名字 我好像忘記了 回家我們字幕支援 好 那我們就先逛一下 這裡就是紀念品店 香港有賽馬 好像是有賽馬 所以有馬耶 這馬真可愛耶 對啊 那它這裡天璣100也有賣明信片 那你明信片寫完呢 它還有幫忙寄的服務 非常的方便 就寫完拿去給它是不是 對 它就會幫你寄了 好棒喔 好 次戰我們來到黃大仙寺廟 說到香港寺廟啊 大家一定會想到建於1921年的黃大仙寺 據說黃大仙有求必應非常的靈驗 所以呢 大家不要亂許願 因為許願就是要來還願 那求籤的方式呢 就是搖籤筒 掉出來的那一支籤就是你的籤 那一支籤呢 只能問一件事情 跟台灣不太一樣 不用拔杯 還滿方便的 每次要拔杯很難拔到 對 那後面呢 就是他們應該算是小市集嗎 就是都是在賣一些拜拜的用品 我們就先去看一下 它裡面香火非常的鼎盛 我覺得就是有點讓我驚訝到嚇到 就是跟台灣香火很鼎盛的時候很類似 對 但是我覺得場面好像更壯觀 那它的香的話你在外面跟裡面都有 外面的話是有造型的 我覺得比較漂亮 外面的要自己買 那裡面的可以拿免費 那上面有說如果免費拿完 你還是要到外面買 但是外面的比較漂亮 我覺得可以買 那裡面的話 因為我們買不到香也拿不到香 所以就直接用手擺了 反正金最重要 現在下午2點 我們原本要吃這一家 結果好多人 不吃這一家了 換另外一家 這個雞蛋仔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每次走過去都看有人在排隊 想吃可以吃吃看 剛剛我們原本要吃清蒸牛肉館 但是我已經料到它人會很多 但是沒有想到它到下午2點人還是這麼的多 於是我們就直接放棄 來到我就是第二個選單 地貿館 這個地貿館 年紀比我還老 1984年 它的名字叫做 地貿館燒味粥麵餐廳 它呢也是一家老店 炒類是他們的壁點 那我們有點蜜汁叉燒 因為有人沒吃到叉燒 所以就點了一個叉燒 還有好像是石井炒河粉之類 那還有很多三文魚炒飯也是推薦必點的 那等一下再看看我們會點到什麼菜嗎 剛剛這家店員其實很親切 他還問我們說 你們知道什麼叫做融縫檸檬可樂嗎 就是鹹檸檬跟新鮮的檸檬加可樂下去 好特別 應該是鹹甜鹹甜的 對 我們先吃這個三文魚炒飯 它的三文魚那個肉看的還蠻明顯的 那它的米飯的話非常的粒粒分泌 是那種很像泰國腸米的那種米飯 欸 鹹啊 好吃耶 很鹹香 算是粒粒分泌然後是Q的 有點彈性的 而且沒有腥味是好吃的 我不吃魚的我覺得還不錯好吃 好換吃吃看叉燒 它的叉燒外面沒有脆脆 但是它的醬汁蠻香的 蜜汁香甜很入味好吃 蠻紮實的不是屬於嫩的 醬也還不注意到材 但我覺得它甜的蠻剛好的 甘草河粉也是它必點 但是我在菜單上面只有看到牛肉的 所以我就問說有不是牛的嗎 他就說有排骨 好像看豬肉吧 我們就選了排骨 一定要點 因為光在拌的時候就覺得 鍋氣超級香 好吃 做我的菜很豐富 好吃 這一家的菜單選項非常的多 然後服務人員非常的親切 那到現在到下午2點半呢 還是客滿的狀態 人還越來越多喔 這一家口味呢 我自己蠻喜歡的 不會中險 這一家 會 這一家地貿館呢 是蠻多人推薦的甜品店 那它價格好像聽說是不會 它選擇也蠻多的 那它是九龍城的老字號甜品店 它必點的呢 蠻多的 感覺每一樣都是必點 像是糖不甩啊 養枝甘露啊 核桃湖啊 都蠻多人點的 像這個旁邊的這個芒果小丸子 也很多人點 因為看起來很可愛 他們都是用貨真價實的食材來製作 所以很受到歡迎 而且連湯圓啊都是自己手工製作的 這個叫做芒果斑 應該是季嗎 不知道 聽說很像學妹娘 不對啊 它只是裡面很多鮮奶油 然後裡面還有很大的芒果筷 不知道為什麼吃起來有油煉味 它不會太甜 它很滑溼 我覺得還不錯吃 看不出來好像是小湯圓吧 我在猜應該是它有用糖水蜜肉 然後沾花生粉 太湯圓好吃耶 有用糖蜜嗎 不確定吃不出來 它的花生粉是有糖的 吃起來有脆脆的口感 加上這個軟軟綿綿的 小湯圓滿好吃的 不會太甜 這很像羊枝甘露 它不是就是羊枝甘露嗎 它裡面還有大屎小丸子 加上稀米露 好吃耶 不會太甜 我覺得它東西甜度都不會太高 芝麻糊有夠濃嗎 它的芝麻糊超級格 好好吃喔 它是有加一點糖的 所以吃起來真的很像 好養生喔 好吃 這家好吃 對 那這一站我們來到K11的Museum 它是2019年新開幕的 一共有10層樓 它是與全球100位建築師 設計師和藝術家攜手 打造成的大型購物中心 說是購物中心 但其實更像是藝術展覽館 因為裡面有很多 令人看為觀止的藝術設計之外 還有購物、藝術展覽和表演活動及酒店 我們先進去看看吧 我們先來到6樓的戶外 K11雕塑公園 它外面好像就是有新的藝術品 我朋友說看起來很像九族文化村 大斯塔 那大斯塔喔 太沒清調了 那邊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維多利亞港景色 去看看 那這裡啊 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品牌 有很多是台灣沒有看過的 如果你是喜歡購物啊 精品啊 名牌啊 的朋友啊 你是可以來這裡看看的 我覺得這裡是還不錯的 那如果你個人消費習慣比較平價的話 或者是沒有那麼愛購物 這裡有的話 我覺得拍照就可以了 這裡很多藝術品 對 然後很多東西價格其實都不肥 剛剛我看了一件羽絨外套 我覺得還不錯啊 蠻便宜的五千塊 五千而已嗎 五千 換算一下 不對是港幣 我以為我在台灣 這一家是在一樓的MOMA 它裡面賣了很多 設計師的周邊商品吧 還有一些文創商品 看起來蠻好買的 但是應該價格也不算便宜 我覺得 可以來看看 你看這裡還有朝鮮名聲的周邊商品耶 另一邊的周邊商品在這裡 這個是我朋友喜歡的 所以來看這個東西 那百貨公司走出來 它外面就是星光大道 它的欄杆上面呢 很多巨星的手掌印 好像有100位左右 還蠻多的 雖然我應該很多都不認識 那外面呢 它的風景 現在風吹起來 感覺非常的舒服 我們找到周星馳了 它上面寫周星馳先生 但是它上面不是它的手印 是它的人臉 所以這是我們與周星馳最近的距離 真棒 嗯 但為什麼沒收 有些人可能會想要找這個香港電影金像獎女神 它其實就是在香港藝術館這個方向 不是在星光大道的那個Google地圖上 所以要找它的話 就要往香港藝術館這個方向走過來 到底就看得到它了 這一站呢 我們來到廟街 那廟街呢 它晚上拍是最漂亮的 白天的話你拍它的廟門口 我覺得也很漂亮 如果你要拍廟街的夜景 跌得到麻油地的停車場大廈拍照 但因為我們想說 算了吧 就這樣就好了 就不過去了 廟街呢它是集結各個國家美食的夜市 有22間的店家 這裡的晚上呢 是很多攝影師會來拍照的取景地 所以你是攝影愛好人士 你就可以去 我剛剛講的那個停車場大廈拍照 就拍這個門了 它整個拍下去超漂亮的 從上往下拍 那因為香港啊 有很多霓虹燈已經被拆除了 所以大家熟知的店家招牌和標示 它會以裝置藝術的方式 出現在廟街各個街口 那個招牌應該是在另外一邊吧 去看看 這個富豪雪糕呢 我今天一直想吃 但是都沒有機會到那個地方吃 就是尖沙轉到附近 結果我們在廟街夜市前晃的時候 遠遠看到這個富豪雪糕在這裡 全部人都衝過來買 超開心的 有夠幸運 它已經有50年歷史 是很多香港人的兒時回憶 那它呢一根13塊港幣 就只有一種口味 它雖然排隊人頭很多 但其實出山速度非常的快 對 吃一口 好吃耶 它奶味蠻濃的 然後吃起來其實有煉乳的香跟甜 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晚餐吃的是點心道 點心道呢 它就在麻油街夜市的旁邊 是很多香港人會吃的 評價港點 那CP值很高 我們Google評論說 它其實是滿滿香港人的評價 他們的黑金流沙包 還有木枝叉燒包 還有馬拉糕 雪妹娘 羊豬甘露 反正很多道都是必點的 我不知道怎麼點請 我就點它有讚啊 有黃冠啊那一些 我就全部都給它點了一輪 那我們五位好像大概等了15分鐘吧 8點的時候 因為人數比較多 所以等比較久 兩位的話會比較快 那我們就先等菜 這是金沙脆皮 銀螺腸 好好吃喔 這是什麼 好好吃喔 我吃不出這是什麼 啊是油條喔 然後裡面還有那個蘿蔔喔 喔這樣配起來好好吃喔 很勾搭的味道 它是全素的嗎 對 它是素食 但它吃起來一點都沒有素味 好好吃喔 天啊這個一定要點 應該是虎皮椒 就是青椒的意思吧 甜椒 它這個也好好吃 上面的那個餡吃起來QQ脆脆的 那裡面還有餡料 它有點像蝦漿的那種口感 我不知道是什麼啦 因為我對港製料理 看港也沒有到那麼熟 這個也好吃 這是鮮蝦餃 很可愛 它的皮很Q 那裡面的蝦子很脆 吃起來外Q內脆 好吃 它這個飯的醬油 是它自己依照的口味來加的 所以如果太鹹就是你的問題 它吃起來不鹹 它是甜的耶 是喔 而且不會很甜 我原本以為會很鹹 結果不會 它這好好吃喔 它有臘腸 臘肉 臘腰 但是沒有第一天的那個燒肉鹹 是正常範圍內的鹹 但是它的飯好吃 它流沙包撥開 不像台灣會直接整個炸開 它是有點凝狀的 我剛剛很怕燙到手 結果它更不會炸到你的手 但是它的流沙感覺量也滿多的 這個我就比較喜歡吃台灣的了 它包子皮有點比較軟 那餡的話台灣的比較鹹香 比較液態 這個我反而覺得可點可不點 但是目前吃起來 我覺得每一道都滿好吃的 我們先吃飯 因為點太多了 剛剛我們還有點兩道腸粉 它是還有什麼 不知道 但是就是都很好吃 反正它的腸粉都很好吃 它的紅油超瘦也很好吃 我只能說這家是我這兩天吃下來 最滿意的一餐 對 那第二滿意就是今天的早餐 對 這家真的有雞推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五天事業的第三天 我們要來去大雨山和大澳一日遊 體驗有別於香港市中心的風景 第一天我們就先去吃早餐 出發 我們原本要吃茶咖哩 但是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有發現它沒有開 所以我們找了一個潮州的粉麵店 他們的內臟跟豬肉還有牛肉都是必點的 還有炸魚皮也滿多人點的 那我們點了一個豬粉腸跟蝴蝶腩 和粉這樣是45塊 蝴蝶腩就是台灣說的隔肩肉 另外呢還有點一些牛油多 是中拼的三紅製和三倍 這一間好像也開滿久了 滿多人說要加他們的蜜製辣椒油 但是這麼早應該不太適合吃那個東西 可以吧?我好餓喔 你說辣油 你又吃辣子 它旁邊有說如果你浪費了要發行 我猜它上面的當中小 應該是指上面肉的量 因為我看到有人喝很多肉 所以應該是大份的 它端上就有胡椒味 好香 吃吃看 它這個河粉的顏色 感覺就是要加一些辣醬 好好吃喔 它真的有胡椒味好香喔 然後河粉很Q很滑嫩 它裡面有加芹菜還滿香的 好好吃喔 但是就是偏行一點 香港人口味好像重一點 對 粉腸好吃 沒有內臟的腥味 吃吃看這是德杰肉 嫩 味道吃起來跟台灣很像 這一種是滿新的台灣人的味道 煎一點大碗 因為上面的東西比較多吧 很好吃 鮭魚 或是不是那個檸檬糖的東西啊 那個是絲鍋血 這是烤麵包 絲鍋血才是糖漿啊 三文治是沒有烤過的 三文治就沒有烤過的 三文治就沒有烤過的 哦 了解 謝謝 根據香港人的解釋 多士就是烤過的吐司 三文治是沒烤過的吐司 如果你點烤過的三文治的話 就會跟多士一樣 那多士跟西多士又是不一樣 所以 要吃不一樣 你三文治就不要點烤的了 他必點的是這個 鮮牛肉雞蛋三文治 先吃吃看這個牛油 看起來很好吃 他們牛油都很好吃 冰冰涼涼的 吃起來鹹香 加上麵包皮 吃起來舒服 軟軟 滿好吃的 你剛剛是硬把人家的三文治 弄成多士 對啊 不過是他有問我們說要不要烤 對 加雞蛋很好吃耶 然後它吐司不是很厚的 所以烤起來的話是 滿扎實 就確實 也好吃 我們這一站是要去大宇山 今天的行程我們買的是 香港大宇山交通套票 費用包含 昂平360攬車來回票 新大宇巴士車票 還有大澳小遊艇船票 大澳小時現金券20元港幣 價格是水晶車廂1713台幣 標準車廂1394非常划算 我們是在KK Day購買的 連結的話就在影片底下資訊欄 會比現場買便宜非常無敵多喔 你會換到一大堆的票 你在買的時候他會跟你說怎麼走 那我們現在就先去坐車廂 那從東勇士到大宇山呢 我們是搭昂平攬車 它有分一般跟水晶 我們是搭水晶的 在攬車上可以看到那個 南中國海和北大宇山郊野公園 那這個昂平攬車 被譽為世界十大最佳攬車體驗 就是很漂亮 但是它車程好像有25分鐘 攬車的抵達地點就是那個昂平市集 就是可以逛街吃東西買 伴手禮紀念品的地方 也是往天堂大佛寶蓮寺 跟大澳漁村的起點 那現在我們就先 等攬車 我們現在人在這裡 一下攬車就是往這裡走 就是市集的 那市集再往上走 就是必看了天堂大佛走 我們已經抵達大宇山了 那來大宇山呢 建議大家是 你來香港的第一天跟最後一天 因為它離香港機場非常的近 那礙於我們第一天呢 還有拍機場的開箱 就是教大家怎麼走 或者是一些搭乘的交通方式 所以我們才沒有第一天來 不然的話我會選擇第一天來這裡 因為你從香港市區到這裡的話 其實要一個小時 那你再搭攬車上來呢 要25分鐘 那你在排隊的過程呢 其實如果人多的話 還會花上半個小時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星期一 所以是人相對比較少 所以建議大家選擇平日來會比較好 應該會有人問說 那行李要放哪裡對不對 那這個昂平板車 它是有行李的寄放服務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要拖著行李到處跑 或者是沒有地方放 不要放在機場 不然你還要回機場拿 以上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先來逛逛吧 那身後呢這裡就是昂平市 它占地1.5公頃 它有餐廳、文化表演、紀念品店 有吃又有逛又有買 那它有很多可愛小東西 你不是要包蕾嗎 那我們去看看 那隻狗有夠像你的 牠好像熊喔 遠遠看你說牛 我以為牠是牛 我想說牛怎麼那麼小隻 你怎麼可以這樣 走過昂平市集以後 就會看到這個大佛 天堂大佛是一座釋迦摩尼的佛像 大佛呢有高 34公尺非常的高 曾經是全球第一高的戶外青銅座佛像 非常的壯觀喔 那你從身後這邊照過去真的很漂亮 如果你那個樓梯的那個感覺 然後配合大佛 那如果你體力好的話 你就可以爬這樓梯上去看大佛 那我們要爬嗎 應該會爬吧 都來了 好熱喔 後面這一座呢 應該就是寶蓮禪寺了 寶蓮禪寺呢 它是建於1906年 建築規模比較大 地形環境漂亮 所以有南天佛國之稱 梅艷芳呢就是安葬在這裡 就是剛剛在那個纜車上車的地方 你可以拿到那張很大張 然後你就把那個紙拿給它 它就會給你這兩張 它上面有說是用於當天 無限次拉承 對 很划算 我們現在已經到大澳漁港 那你要來大澳漁港的話 我們就是從昂廷市集搭公車來這裡 21號公車搭20分鐘就可以抵達 它是有一點山路 但是還好司機幾乎很好 也不會開得很快 遇到彎還會稍微停下來 如果你真的很怕 你就稍微吃一點運車藥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太需要 我們會放上巴士的時刻表 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為纜車的最後營業時間是 下午的6點 那下午6點就不在你下去了 那怎麼辦 你這樣滾下去 那下車以後我們是先來吃東西 這一家景觀咖啡廳 它就是建造在澎屋裡面 就在海的旁邊 所以你看到很多傳統的澎屋 近距離觀看 很有不一樣的感覺 你在這裡可以一邊享受到水上的風景 然後一邊吃美食 這裡必點的呢 就是他們的提拉米蘇 還有基因蝦子麵 那地下的話是每了一杯飲料 所以你不管點什麼 你有沒有點 但是都是要點飲料一杯 然後剛剛買的那個套票 它還有附大澳小食券 它在這裡可以用 所以你可以拿來遮地 我們先等餐點 它一份雞翅有兩隻 然後上面好像有那種炸過的蝦子嗎 蝦米那種 所以它的那種蝦味很好 麵看起來很好吃 還有一點麥香 比較濃郁的是這個蝦味 因為它是蝦子麵 所以它蝦味很好 不會腥 它雞翅的話滿大隻的 滷的很嫩很入味好吃 所以大家推薦就是這個 一定要吃 然後這個它有綜合口味 也有單一口味 然後我是點綜合口味 綜合口味是三種都有 它提拉米蘇造型滿特別的 它也是必吃 感覺很好吃耶 它的提拉米蘇做得很像冰淇淋 對 它裡面真的有小蛋糕 好吃喔 好吃耶 它的那個蝦子入口即化非常的綿 打得很蓬鬆 好好吃喔 奶醬很容易不會點 都在這裡喝著拿鐵 吃著奇拉米蘇 看著漁船 在看著老婆 還有大陸雞 那我們就先吃 這個大澳金門餅店 必買的就是這個沙翁 沙翁其實就是大澳甜甜圈的意思 它其實有點像台灣的雙胞胎 還有台式甜甜圈之類的東西 它是以麵粉蛋漿製成的那個麵糰啊 在高溫有炸成金黃色 最後再沾上砂糖做成的 它其實蠻大顆的耶 剛炸起來的時候 聞得到那個麵糰的香氣 現在還是可以啊 對 就現在喔 口感非常的鬆軟 比台灣甜甜圈還要鬆軟 台灣甜甜圈是比較有嚼勁的 它是像雲一樣鬆鬆軟軟 外層脆脆的 那吃起來呢不會很甜 有濃濃的麵糰香 很好吃耶 這家推 好吃好吃 我喜歡 你咬開會覺得好香喔 還是那是它的味道 是它的味道 因為剛我們急著吃飯 我都還沒有介紹到這個大澳漁港 大澳是香港最古老的漁村 所以你走進來還看得到很春樸的風情 來大嶼山啊 可以將大澳加入行程中 那這裡的景色會讓你很有不一樣的感覺 尤其是建在潮灘上的水上棚屋啊 每間都有相互的連結 有東方威尼斯之稱 我覺得也有點像那個一根舟屋 你走在路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那種漁貨 因為它這裡就是漁港嘛 很多那種乾貨 對 都是必買的 就是他們這裡的名產 像是什麼鹹蛋黃啊 鹹魚啊 蝦乾啊 蝦醬蝦膏 都是他們的特產 大家要不要吃 我們剛剛有吃啊 蝦麵啊 對啊 對啊 那現在我們要先去坐船 因為也是在那個行程裡面 就是K-Day的套票 對 所以我們去搭船吧 那我現在的地方呢 是在大泳橋上面 這也是欣賞日路的最佳地點 也是兩岸的居民 不是那兩岸 是這兩岸 對 的居民必經之路 所以你就會看到船隻來來往往的 那風景還真的蠻漂亮的 尤其是這邊看過去 就是都市沒有看過的景色 我覺得如果你在擁擠的地方待久 是需要40人來到這種不一樣的景點 對 嗯 你就只會對 對 好 我們現在是在搭船 那搭船的話 就是把剛剛的那個套票拿來兌換 它叫做大澳小遊艇 啊 你不要到那種私人的 私人的你還要再付錢 那這個的話你就不用再額外付 它的那個航程時間大概是20分鐘 我覺得還不錯 你在沿途上可以欣賞到大澳的水上棚屋 香菌石 淺大澳金屬 及大澳五屋酒店 阿必吃 但今天沒開 這個也是必吃 就今天沒開 好 回家 原本要繼續逛老街 啊 不過公車 倒數第二班平日是4點 最後一班是4點45 我們沒有趕上4點的 所以就來做4點45分的 那一樣都是21號公車 你只要看大澳往昂平的 就是回去的路線 坐船那個它後來出海以後是滿晃的 要是真的坐太久會有點暈 如果你是選擇那種自己購票的 坐時間比較長的話 還是建議吃個暈船藥 不然你會偷賽 然後可以的話不要星期一來 因為我們原本要吃的那兩間都沒開 下了暖車以後 接下來就是不意外的送你來紀念品店 那這裡有滿多可愛的小東西 但這個是日本的耶 我們剛剛搭乘的是全景暖車 那就是全部透明的非常刺激 景觀也非常的漂亮 香港第四天我們要去迪士尼 所以來美辛西餅買早餐 自己的早餐有一些都很有香港的特色 對 我覺得可以來試試 菠蘿包 對 這一門我不太清楚早餐有什麼 所以就來這裡買 因為這裡我覺得滿特別的 就是我們買了經典菠蘿油 甜雞啤 和這個蛋圓 不知道好不好吃 先試吃看看 如果好吃再買整合的 這個看起來好特別 不知道是什麼 好想吃 嗯 我們晚上原本要吃這一家 但是人實在太多了 我們原本要吃那個包仔飯 但是人真的太多了 也不想等 因為包仔飯它製作時間也沒有和短 那就吃旁邊的生計滷味 我沒有吃過也不想要走 他也就直接吃這一間了 他有幾個內用桌位不多 比較多人是外帶 那裡面呢有很多明星來這裡拍過照 當然啊這應該是瓜瓜哥在吃的吧 因為我們懶得著人啊 那我們有點他的麗排 鵝肉168 然後就點了四碗飯 再其他的小菜幾張子 就全部都是他們的滷味 他說好像不添加位置嗎 不知道吃起來怎麼樣 鵝片發生是一整片的 很明顯 它的擺盤看起來很療癒 先試試看 不會很鹹 口味還蠻剛好的 這樣滿滿意說我不知道多少錢 因為這是老闆幫我們配的量 然後它的鵝肉我覺得蠻好吃的 它的口味是台灣人會喜歡的那個調味度 肉也滿嫩的 那豆腐的話還好 這個是它168期的鵝肉 應該就是鵝片飯啦 也是好吃 只是它這個就是比較容易卡牙縫 好吃就好了 嗯它調味我覺得真的很棒 也不會太重鹹 就是每一個套餐都會有的湯 不定期更新的樣子 它的飯的話有淋一些滷汁 吃起來就是八角味好像滿重的 它飯的話偏軟 餐廳就在我們飯店附近 那我不好意思講太多 因為那個位置很小 然後老闆都聽得到我們說什麼 它會有強迫推銷的那種你知道 對 它一直想要你點半隻鵝 但是那半隻鵝好像就已經 398 對就是已經 差不多1600台幣 對我們其實也沒有想要吃那麼多 因為我們會想要吃點別的 最後我就自己去點了 但是我點的東西 看起來分量又比我講的還要多 所以我覺得就是 吃起來你可能會比較覺得不自在 在點餐起來的時候 它一直叫我們點那個鵝 像講完五六四以上 對啊我就說好我們看一下 我們自己講一下 然後它一直站在那裡 然後等我們講一講 它就說你要不要點那個鵝 對然後每個人進來 他都強迫大家點東西 對 下一個人進來就說 你人那麼多點那個鵝 對 我跟你講不夠 這樣之類的 東西的話我覺得不會到難吃 如果你要說特地去吃的話是 大可不必 我覺得你可以想要回飯店 可能喝個小酒 對 就可以去那邊買個滷味 應該是可以的 不要買整隻鵝太貴了 對那口味的話就一般般啦這樣子 然後飯很爛 就這樣 所以它才不推薦我們吃它的飯 喔 還是要暗示你 它飯不好 好喔 嗯好 那現在我們先放東西 然後再去超市看看 這個出錢一丁啊 它這個是日本品牌 但其實這個真的是香港製造 像這個麻油口味啊 它就是經典必吃 除了這個紅色的 五香牛肉麵 黑蒜油口味都蠻特別的 香港才有的 那我們就買這個紅色的 麻油口味的出錢一丁 這個也就是茶餐廳使用的口味 是喔 你在茶餐廳吃到的那個出錢一丁 就是都是這一包 巨多啦 那是最後一包耶 對我們就買一組這個 五包裝的出錢一丁麻油口味 五包裝20塊港幣 80塊台幣 這個和味道也是日本的品牌 但是它這裡呢 有幾個口味就是比較熱門的 大家推薦的就是XO醬海鮮味 跟海鮮味 還有香辣海鮮味 原來大家這麼喜歡吃海鮮 不過它的牌子 有些是有肉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豬肉裡面真的有豬肉塊 對這個大排檔的幾容包也是必買 它有三種口味 一個是原味 一個是鴛鴦奶茶 那另外這一款 比較特別的是 星級版的 通說比較好喝 那原味的目前是已經瘦完 暫時買不到 這個維他豬古力也是必喝 蠻多地方都買得到 好像超商超市或者是路邊其實都看得到 豬古力是最多的推薦 一定要喝 好喝 這個熱浪也是必買 很多香港人推薦 它是重口味的香辣薯片 我媽媽買啊 喝一包 好啊試試看 這個珍珍它有40年的歷史 它有很多的產品 那這個牛仔片 牛肉味薯片 是很多香港人從小吃到大的零食 所以這個也是必買 那這個薯圈啊 一圈一圈的看起來很可愛 是我喜歡吃的形狀 很像玩具 這個魚仔餅它也是老牌子零食 它其實跟台灣吃到的那個小動物餅乾一樣 它就是海苔口味 這種我小時候很喜歡吃 那妳要買嗎 這個加燉它是近百年的牌子 它有出很多零食 像這個豬古力收支啊也是必買 但是我不想要吃甜食 所以我就先pass 匯康超市還可以自住結帳 剛剛我們去匯康 沒有看到我想要買的這個丹麥籃罐曲奇 然後我們就跑來這個百家 這兩家都是香港很常見的超級市場 那我覺得百家它的優點是 它一個品牌有很多的產品 所以算是品項比較齊全 可能每一間店都不太一樣 但是我在這一邊看到的是這樣 它這個呢 是很多香港人自己都會買來送禮的曲奇 最後這個方和系列我買的是這一種 另外那種卻是全部純葡萄乾的 我沒有那麼愛吃葡萄乾 所以就買這個 改成這個豬古力加葡萄乾的 現在發現大牌檔也有這種瓶裝飲料 買兩罐 好 現在我們回來了 那今天主要行程就是大澳漁村跟 大雨山 我們是買行程套票 不過我們是先到那個大雨山 去看大佛再去大澳漁村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現在會覺得說你要先去大澳漁村 先仔細的逛一下 然後再回到大澳那裡去看看 比較不會有壓力 對 漁村那裡 最後一般平日的巴士是4.45 那漁村的話我是還有很多地方 我還沒有去到 有機會的話我會比較想要 漁村深度旅遊 然後不要星期一來 對 因為就是想吃的有兩間都沒有開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去哪裡 晚餐 晚餐那就可以不用吃沒有關係 你的飯好軟 大家早 今天是香港五天世界自由行的第四天 一早我們就要直接前往這次香港的重點 香港迪士尼看冰雪七人 我上次去是10年前 現在我們就趕快出發 一人過去還一個小時 嗯 好 我們現在已經抵達迪士尼了 一抵達的時候就真的聽到呢 神奇的魔法音樂 在進去園區之前呢 建議大家先下改好香港的迪士尼APP 因為可以看到各種設施的位置 設施的等候時間 以及抽等候卡的功能 今天是2月27號 香港迪士尼開園時間是10點半到晚上8點半 每天開園的時間呢都不一樣 而且還有休園日 所以大家在安排行程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門票我們是在KK Day買的 今天呢我們是第一級別 價格是一個人台幣2368 香港迪士尼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在你買完門票以後要到官網預約入園 如果你沒有預約入園就無法進入園區 所以確定好行程就趕快買好門票 並在90天內到官網預約入園 那香港迪士尼跟大阪環球陵城一樣 都有提早入園的票 我們有買 官網賣呢是199元港幣 KK Day有賣門票加提早入園 我們有做一張比價表給大家參考 提早入園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在表定開園前提前一個小時進入園區 像我們今天是10點半開園 所以你就可以9點半入場 然後我們不到8點半就來拍 然後就還這麼多人 對那你有買提早入園 就可以搶先玩到幻想世界三個設施 跟這次新開的魔雪奇緣世界的兩個設施 我們這次主要目的就是冰雪奇緣 所以進去就會先玩魔雪奇幻之旅 和雪嶺滑雪橋 然後再去另外三個設施 再細逛冰雪奇緣的園區 我們現在進來的是什麼魔雪奇幻之旅嗎? 對 它是做木船欣賞裡面的角色 還有就是融入那個故事 應該是像美女野獸那個一樣 對 出啊 好漂亮喔 超夢幻的 雪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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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雪寶,你是那隻牛 對 liters 我拯救了TED 姊姊 我拯救了TED 姊姊 城堡 那是你耶 M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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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鼻樽喔 我以為原本就只是木船而已 你沒看到它是有那種高低差 很於是要飛車的感覺 那進去的時候你就會有身歷其境的那種 魔幻騎乍感 對 然後我真的看到哭出來 真的太感動了 真的 好小再做第二次 但是人真的太多了 一走出來啊 它外面就是那個紀念品店 很多那個學寶 好想買學寶喔 好買 我們再去做另外一個再來買 好 第二站就是那個很恐怖的那個吧 它好像有點刺激 這個是有點像雲霄飛車 對 我們是坐第一個 好恐怖喔 出發 出發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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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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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是坐第一個 好恐怖喔 我都快哭出來了 這個是嚇哭 好 第二個設施叫做雪嶺滑雪橋 它就是小型雲霄飛車 還好它距離沒有很長 所以你還不至於嚇到就是昏倒之類的 就是你差不多要意識到你快不行的時候它就到了 對 它真的蠻刺激的 不要小看它 但是我覺得它裡面冰雪奇緣的角色沒有那麼的 多 就是你要上去前會看到雪寶跟那個路 然後就沒看到東西了 它可能是以稍微刺激為主 但它不會360度 大概讓你轉到側身而已 那如果你要勝利其境的話 就是要剛剛第一個設施 所以你可以照我們這個玩 先玩第一個再玩第二個 對 因為第一個會等最久 那接下來呢 另外你提早路緣還有三個設施可以玩 但是我們想要先去買法權 那要買甜點啊 買什麼東西啊 你才有辦法很可愛的拍照 出發 然後我真的非常推薦買一個小時提早路緣的 因為人真的非常無敵多 比大阪環球緣的提早路緣人還要多 所以它雖然園區不大 但是人真的不少 那如果你要等10點半的路緣 應該就是大排場那種的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很多人在這裡面 但現在其實還沒有到開園時間 對 大家都有買提早路緣 所以不要傻傻的在那裡排隊 沒錯 時間就是金錢 這個地方非常好拍照 它就在城堡的背面 在旋轉木馬旁邊 就有華特迪士尼跟米奇 後面身後都是那些沒有買提早路緣的人 他們全部都在那裡排隊等候入場 然後我們也想要去美國小隊買法權 但是因為現在不能出去 買提早路緣你只能往裡面走 玩5個設施還有到處拍照 但是你就是不能買那些東西 因為那還是排隊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去裡面玩 對 走 熊豹哥很可愛 你背熊豹哥 我背熊豬 還是你要背熊熊為你 我沒種 我們這次來這裡最想買的髮圈 就是達菲系列的髮圈 它就是一顆一顆的可以自己組裝上去 它一顆的價格好像就差不多台幣400塊錢 排隊的人潮非常的多 會花很多時間在那裡結帳 除了髮圈呢 我還有最想買的就是 已經買了在他肩膀上那兩隻 超可愛 這個很容易掉啦 所以我建議大家拍完之後就拿下來 放回去 對 因為我身上又是種太多東西也好笑 那這個東西在哪裡買呢 那招牌就在左右兩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冰雪奇緣 它其實有三個主要設施 第三個呢就是 森林小田地你要預約等候卡 那數量有限發完為止 它的抽取時間是11點整 每張預約等候卡 限一人使用 領取等候卡要在指定的時間內入場 除了入園後免費抽取等候卡 也可以在入園前花港幣129塊 預購入場證 對這個就是要訂鬧鐘 記得訂鬧鐘 就是11點就馬上進來按 然後就開始排隊 雖然你入園是10點半 然後你進來之後 它會先跟你說 等一下先等半個小時 那時候你就可以先跳出來 10點59分 就是在等在那個案件的上面 11點馬上按進去就可以了 對 因為我們很及時喔 前面還等了四五百位 然後我朋友就是在後面 大概一分鐘後等一千二 蘇貝斯是個好多人喔 只要看著我的室 бар 按照片 我看見大廣東 我想要廣東 我看見大廣東 我想要廣東 所以就是学生的 我看見大廣東 只要在那邊 現在是 所以說 我們要去吃飯 你們又打招呼 來 來 哇 真的好多人喔 是安娜 我覺得夏雪節真的很溫暖 你也知道我了 這麼開心 你問一下好像我 對 你也問一下 好可愛 Alsa 你在這裡 我太愛你了 我太愛你了 真的好可愛 我跟思思一樣 對 你是思思 好可愛 聖地小天店你一個人只能進去一次 所以她要掃你的門票 那裡面呢就是一個 近距離接觸的小劇場 就會有安娜、Alsa、雪兒寶 跟大家一起互動 我覺得她的動畫 做的真的很逼真夢幻很漂亮 如果你有預約到的話我們是覺得 算蠻幸運的 我覺得是可以去看的 但盡量你要早一點 就是準時登陸進去預約 因為像我朋友剛好卡到遊行 那現在呢我們在極光湯湖 要來買可愛的雪寶 雪寶真可愛耶 對啊 它就這樣整個直接插下去 那這有頭啦 身體是冰淇淋 先試看喔 這是棉花糖吧 這是軟糖 好吃囉 這是牛奶雪糕 很濃的那一種 那口語喔 好酷喔 豬古力它裡面也有一顆雪寶的那個軟糖 啊它沉了 太慢拍 因為顧著拍冰淇淋 我把它攪一攪 因為它上面有鮮奶油 那整杯就是豬古力 我發現香港好像滿多豬古力飲料的 對 雖然我不太知道為什麼 如果你知道你可以跟大家說 喝喝看 超級無敵濃 然後甜 好喝但好甜 這是淋上糖漿的甜甜圈的樣子 它都是雪的造型 那上面也有一顆雪寶 感覺好像很甜 好吃嗎 還好 這個就是拍拍好看 可買可不買 上面就是脆皮的那種巧克力 白巧克力 裡面就是軟軟的甜甜圈 美味度的話冰淇淋比較好吃 豬古力的話好甜 比這個還甜 那這個的話 沒有什麼太大的記憶點 就甜甜圈麵糰的香氣 就好看 對 小小威尼 真有種 遊行結束了 它非常的短 你可以看我們趕快去看又幹嘛 然後它跟以前的遊行真的差太多了 以前真的非常精采 現在就讓你很錯愕 我們點了一個2號跟4號 原本以為餐廳裡面會非常非常多人 結果沒想到其實還好 不知道是這時間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但是其實在剛剛稍早之前 其實好像也沒有很多人 沒有到很擠啊 對 聽朋友講 那我們點了一個2號跟4號 貓尾燈 還有很濃的松露香 還有一顆水波蛋 化開非常的療癒 那它的套餐都可以搭配水 或者是雪碧 還有一個芬達 讓你三選一 它貓耳朵蠻有咬勁的 那松露的話就還蠻明顯的 那這個姿勢捲 應該是姿勢捲吧 它下面還有薯泥 旁邊有一個醬讓你沾 蠻厚的 那這個姿勢捲是不能牽絲的 不過裡面的東西蠻多的 好吃耶 我覺得它算是 不是你裡面東西算好吃的餐廳嗎 它裡面就是雞肉 滿滿的雞肉加火腿和起司的樣子 好吃 這兩個都可以點 那如果你想要吃的稍微便宜一點 可以直接在KK Day買餐券 它有二合一跟三合一的 大家就自己決定 但是沒有這一家餐廳喔 在小肥像小朋友坐上去 好像搖搖車的那個 它的對面就有一個小灘車 那小灘車就有麥達飛熊的髮圈 而且它的髮圈款式是齊全的 七個都有 它的髮圈的顏色啊也是齊全的 因為在門口那個都很快就賣完了 所以你會拿不當的可能你比較喜歡的 它就是在冰雪奇緣入口的旁邊 對 而且不用排隊人擠人 對啊 那我先開始提早進來 我在那裡花了至少15分鐘喔 15分鐘以上在裡面 所以你在這裡買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來看米奇幻祥曲 只要10分鐘 這個進去呢要帶眼鏡 它整個看起來有夠像痞子 這米奇幻祥曲它跟東京迪士尼的是一模一樣的 那設施的話沒有很吸引 但是它的4D呈現效果也還是很逼真 一樣震撼 對 雖然我看第二次也還是覺得算蠻有趣的啦 但如果你不想浪費時間的話 你就有看過一次 那這個就可以不用看了 環球總動員它有三個設施 那有兩個很刺激 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會不敢做 那我的話我應該會玩轉轉彈黃狗 轉來轉去我OK 我反而轉來轉去會想吐 那你去坐那種海盜船 然後我去坐轉來轉去 好 我記得門口那邊原本有一隻很大隻的湖底 未潛有爬 現在已經沒有了 那這個玩具總動員 那裡面的設施其實都有點褪色 然後現在看起來 設施等候時間都蠻久 但是有單向的快速通關可以買 當然是建議買三個或八個的快通 會比較划算 那裡面的那個商店啊 以前的話會改個遊戲角色 或動畫的商品會比較多 那剛剛進去看 其實玩具總動員的很少耶 都是其他的東西 對還有花木蘭 其實沒有逛的意義 就是大家去門口那一條大街 去買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是來藝人跟黃鳳妞 他是射擊遊戲 只需要等15分鐘 現在我們來的是等20分鐘的鋼鐵人乘車友 他是4D的 要戴4D眼鏡 然後雲霄飛車的感覺 會不會露面 那是你 ONDASH GINBABA 總得那麼多 GINBABA TWOW GIN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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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NABBA GINBA GINBA GINBABA 獅子王 好我們已經看完獅子王的慶典了 真的是絕對必看 那進來呢 往左手邊坐的話會比較好 才可以拍到蓬蓬丁曼跟獅子王 那裡也很快就坐滿 大家都知道 那它裡面除了歌舞表演 還有特技表演 還有火焰表演 非常的精彩 要是你來了沒有看錯過 你一定會覺得可惜的那一種程度 裡面呢 都是唱了電影裡面的各種經典名曲 像什麼 雛娃娃 哈孤嬢馬塔塔 之類的 它其實就是有把星巴那整個的制度 就是包含他跟叔叔 還有什麼舅舅 有打戒啊 通通都演進去了 這個一定要來看 沒有看真的是白來了 那我們剛剛看完獅子王 想說原本要去看另外一個書房秀 結果想說會來不及買東西 所以我們先來那個商店街買東西 買了以後呢 再回L場那裡去看晚上 看完以後呢 再去看煙火 小小的 好想要這個 你要不要買一隻這個 好想要喔 買啊 它一半好可愛喔 好大一根喔 你覺得要買哪一種尺寸 欸 這一隻349塊耶 我們現在決定要買這個粉紅色的什麼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它很可愛 我只知道它是打飛系列 它有多可愛耶 其實也蠻可愛的耶 可是我在一直買重複的角色 這是重複的角色嗎 跟你肩膀上那個一樣啊 就這兩隻都是你肩膀上的耶 就沒關係 賽事不一樣啊 這是你耶 那這是誰 那是我 鳳梨小熊維尼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對啊 欸 熊豹哥為什麼都做得這麼不漂亮啦 對啊 不然就是買熊豹哥了 小鹿斑比這個也好可愛喔 好毛茸茸的 這一組公仔189我覺得還不錯喔 比我想像中的便宜 但是我沒有要 放回去 它怎麼一兩哀怨 那麼可愛的東西一兩哀怨 對啊 貓哥嘴巴腫腫跟你一樣 對 好像藏鼠喔 各種奇怪的熊豹哥 真可愛 然後我還買了一個這個就是達菲全系列的鑰匙圈 很可愛 還可以轉 對 還轉一下 一支你花了793元 那個購物袋啊18塊港幣 它尺寸我覺得蠻剛好的 裝得像那隻貓 那它的袋子呢非常的精緻 你看它的背帶還有達菲熊耶 鬆餅 它的鬆餅呢 有我們東京吃過米糜 還有東京沒有的 小貓咪 這次依然一人一人一半一半 感情不會差 我們好像什麼邪教 這好像邪教喔 對 吃它耳朵 它的味道應該跟東京迪士尼是一樣 只是造型不一樣 因為吃過米奇了 這次我就想說來吃吃看這個 咖啡的系列 還有什麼 好吃 脆脆的 它外層依然烤得絲脆 裡面則是軟麵的 有點絲肉感 吃起來 因為剛剛有很多麵糊 這樣吃 今天第四次吃了 第五次在衝回Elsa呢 它都沒有人數控管 所以你愛進去就進去 我們現在晚上進來冰雪奇緣裡面的園區了 那它晚上呢 我覺得更符合它故事所呈現的那種感覺 更加的魔幻耶 色調的話也更蠻 就是很有Elsa的顏色的感覺 很漂亮耶 超漂亮 超美的 晚上一定要回來拍 對 第一大精品店就是專門都賣冰雪奇緣的周邊商品和紀念品 所以大家要買的話 買齊全的冰雪奇緣就是在這裡買 我買了一瓶這個 裡面全部都是冰雪奇緣的小公仔 它一貫是259元 它是香港迪士尼樂園獨家商品 所以你只有在這裡才買得到 喜歡的話 就是在這裡可以買 它就是所有角色都有 所以你不用擔心你拿不到 但是有些可能就是會有重複這樣子 或者是你可以在外面彈吹 它可以給你五分鐘時間讓人裝到爽 對 但是我沒有空了 所以我就買這種 對 那種口愛可以買嗎 可以 1 2 3 好 那如果你是出國喜歡寄明信片的朋友 你來到迪士尼的你也還是可以寄 你就到第一大精品店買一張明信片 就可以寄出去了 讓回國的自己也可以 擁有一種就是在另一個世界 寄明信片給自己的感覺 好像很不錯耶 好像這樣講一句好像覺得可以對不對 有一種那種穿越時空的概念 你還是寄給自己了嗎 沒有 我懶得寫字 好 它就是在那個第一大精品店裡走過來的左手邊 影片在這裡 嗯 它就在這裡 哈囉 它對我們笑耶 掰掰 掰掰 很像 有關 有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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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